中国主办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了开幕式 习近平在野兽当中 庆贺一带一路历经了蓬勃十年 也即将进入下一港金色十年 对自家基础建设信心满满 同时他已对欧美集团的对抗 主导全球抗中行动与代批评 乌战之后 首次访中的俄国总统普廷 接续习近平之后登台致辞 他也大战一带一路的成就 前一天跟140多国政要 一同出席欢迎晚宴时 在场面接受访问 他痛骂美国不懂得相互学习 还回应拜登日前的专访内容说 俄国绝对不会遭到瓦解